你还好吧 你喝太多了 你别再喝了 我没事 盖子做成了 你不高兴啊 走走走 接着喝 你真的喝太多 你别再喝了 我没喝多 这是我的工作 走走走走 别喝了 走 上哪儿去啊 我真的没事 喝点水 这小人 瞧不起我 我怎么瞧不起你 你觉得吗 我又要工作 又要带孩子 我肯定干不好工作 瞧不起我 你瞧不起我 对不对 我是真的觉得你很辛苦 你就是瞧不起我 你就这么想的 别碰我 不要喝酒去 你喝多了 你不能再喝了 我没喝多 你冷静一点 行吗 你先清醒一会儿 我去帮你拿包 然后送你回家 好吗 回家 我不回家 我不回家 你不回家 我不回家 我不想回家 你知不知道 那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 我二叔问我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爸爸什么时候带着我们 一起去吃麦当劳 一起去游乐场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我冠冕养 每个月要挣钱养家 我还要给下班这个忙八蛋开工资 他拿我当什么 以为我是ATMG是吗 我挣的钱养孩子还要养他 我要让我儿子觉得 这个家特别完整 我一直在演戏 我太累着了 我太累着了 单身母亲 许自强 别拦着我 我要回去继续喝 喝喝 你不能再喝了 来 我可以 你辛苦了 等你醒了 還是要回家的 你沒事吧 啊 哎哎哎 我不是在看你 昨晚醒了你 把我一个人扔在雪山火热之中 你自己跑了 不是 还把关美洋给撬走了 干什么去了 什么乱七八糟 什么什么 你跟我说 我不会告诉别人 我最特别严快 不知道 我玩抽筋的还不知道 肯定有事 沈哥 你和张沪欣在一起睡了一晚 你怎么睡得还你休得睡醒啊 我们 我们 就是喝多了 然后去睡着了 关美院啊 关美院 没想到 你都能酒后乱性 没有性 你什么就是单纯地睡觉睡觉 什么都穿着衣服 我什么都没干 你就是睡觉 睡觉 没劲 卷毛失态 你说以后我们怎么面对啊 该怎么面对又怎么面对呗 平常心 都什么都没有发生 别闹 我好像 跟他说了我离婚的事了 他事后没有找你 没有 那不就得了吗 像他这种成熟的男性 他知道什么该提什么不该提 而且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离婚怎么了 他张沪欣不是也离了吗 还让你假扮他的女朋友 你呀 就是想太多了 对 我想得多 所以我才需要 把剪毛失态在我身边呀 别把我妹提醒你啊 离婚的事 谁知道 通过什么方式知道的 都无所谓 重要的是 夏凡他妈妈那边 你想好了 想 好 了 怎么着 没去吃饭啊 没有 累 懒得动 累了 累了更得吃点 点个腰花什么的 补补 你说你 不是我说你 你跟那偶尔这一把岁数了 岂不是别太高了 容易受伤 谣言是怎么来的 就是从你们这种人 嘴里传出去 不是 关心你 真的 我想得上我 我觉得你们俩看上去 一点负迹象没有 但是就觉得合适 你考虑考虑啊 不是 你这一把岁数 你结个婚 要不然你 你这为了什么呀 你是不是觉得 我站在你办公室门口 就是想跟你聊天啊 我只是换个位置 思考事情而已 你说你每天 要分析公司里面 斗争的形式 是 还要去替公司拉客户 然后现在还要关心 我的婚姻状况 你哪有心思 干好自己的活啊 公司就需要我这种 负荷性人才 我跟你说 你 你懂吗 你 你把 业务拉回来是公司的 女人谈回来 是咱们自己个儿的 咱们 咱们 你谈的是你的 我谈的是我的 可行 我谈的是我的 黄冬 谢谢 饿不饿 想不想吃什么 爸爸带你去吃牛排 好不好 谢谢 我跟你说话呢 你 我跟你说话 干什么 我跟你 我跟你说话 不理我 不理我 那你先忙 谢谢 我的背包 孩子怎么样啊 管理衣物 你得劝他吃东西 不吃东西怎么行呢 这个你别担心 他就是酱 饿了就吃了 儿子 你跟我说实话 昨天晚上没回来 跟谁在一起啊 您人民教师怎么那么八卦 就关美洋啊 关美洋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 他 你们不行 没想要怎么样 再说他先 他离婚了 离婚了 这剧情翻得也太快了吧 这是合同 你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你就签字 我手头还有好几个案子 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你呢 在你的权限范围之内 尽量地帮忙派派 好吗 好啊 您放心 维卡 这里份修改意见 你看一下 欢小姐 你也在 我让欧莉莲过来签 自然界的合同 她和石总是好朋友 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 能帮你不少忙 那维卡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啊 好 谢谢 不客气 你又在学习 我说我们在学习的 你现在还会有什么事的话 我可以在学习的 你现在还会有什么事的话 我可以在学习的 在学习的 我先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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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 我先来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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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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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 干吗呢 你干吗呢 我当然是在学英语了 你这么大的岁数学什么英语啊 学好了可以跟你多交流啊 其实我会说中文 你可以跟我说中文啊 真好 你这都什么说 在哪儿找来的 别看了啊 你要学什么我教你 我们都不这么说话 不这么说话呀 那我不是白学了吗 也没白学 就是呢 我们是口语 你们更正式一点 我懂了 就是我们说的呀 都太教材化了是不是 对 那你以后多教教我啊 没问题 这句我听懂了 没问题 彤彤啊 以后你也多教教你爸爸啊 对啊 我觉得他也挺想跟你学的 他又一好人啊 他那个好啊跟你说的一样 也是教材式的 书本式的 彤彤 以后有空就跟你爸爸 多交流交流 说说口语啊 好啊 喂 红星 石总找咱们有事 咱们赶紧过去一趟 这么突然啊 是啊 他说要让赶紧过去 我现在在你公司附近呢 你赶紧下来吧 行 我刚好下班 我马上下来 好 喂 彤彤 喂 彤彤 彤彤 爸爸在电梯里面 信号不好 你说话 喂 彤彤 什么 带我去吃彤彤 你想吃牛排啊 那个 爸爸今天有个会要开 明天带你吃吧 晚点我给你买披萨 然后给你买个冰淇淋 好吗 喂 董彤 我给你买披萨 你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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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吗 电话里没说 是吗 没事 彤彤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彤彤 那就是你重要的会啊 不是 关阿姨来接我一块儿去的 到底谈恋爱还是开会啊 当然是去开会啊 你怎么了 我 你等我一下啊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这附近有很多吃的 你自己先去对付一下 我今天真的走不开 明天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吃饭 好吗 我妈 妈 威尔玉 别愣了 来来来 看小姐 来来来 再站上 站上 站上 来 到这边 来来来 好好 来 你 包姐 你自己来 我自己来 没关系 好的 来 彤彤 刚刚妈妈在忙呢 没听到 怎么了 停 我恨你 彤彤 彤彤 你怎么了 怎么喊那么大声 你喝酒吧 我跟一客户那个 开门 你们都同样 我恨你 开门 你怎么了 彤彤 我恨你 开门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彤彤 走开 彤彤 我就是跟 彤彤 你怎么会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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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喝到不省人事了 我都喝到不省人事了 重点是 而且昨天童童是第一次 主动约我去吃饭 我为了喝这莫名其妙的酒 我还把我女儿给得罪了 那你麻烦了 这哄女儿跟哄情人一样 你得花点心思 你不是有个儿子吗 你平常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你怎么处理 儿子 女儿不太一样 丁阳现在上了个 寄宿的私立学校 周末才回家的 寄宿学校 对啊 让你女儿也去了 这样呢他们俩做个伴 还能好好学习 你也有自己的空间了 你俩这嘀嘀咕咕的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没个正经样 开会吧 请进 有事吗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啊 一看你跟孩子借我代购啊 这是角色扮演的票 你女儿肯定喜欢 真的 谢谢啊 我给你多少钱 你跟我客气啥 你就拿着 你先回去了 好 好 好 谢谢啊 角色扮演 拜拜 拜拜 什么 喂 彤彤 爸爸拿了两张 扣子球的票 今天晚上的 你有兴趣吗 真的吗 对 太棒了 我再就给你帮我 老大 咱们先买这些汽车 跟装修费用 财务部给报 为什么 有发票啊 有啊 这儿呢 进来 丽可 我部门的发票 为什么不能报销 财务说不能报 就不能报 公司的财务制度 他们比我要明白 你来找我干吗 他们的说法是 我没有报销 这些发票的权限 公司每个领导 都有自己的 报销权限 公司条例上 写得很明白 我知道 或许这些发票 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但是我做这些事情 当初是经过你同意的 我是同意你做这个事情啊 但并不代表我同意要更改 公司的财务制度啊 这是一个托词 还是针对我个人呢 公司的财务制度 在我进公司之前 就已经制定好了 不针对任何人 丽卡 打官腔就没有意思了 制度是死的 人是活的 你很清楚 我接手创业部的时候 创业部是什么情况 你更清楚 我做这些事情 不是为了我个人 是为了鼓舞创业部的士气啊 为什么不能报销呢 抱歉 对不起 抱歉 十股不化 还外企 外企就不讲人情啊 喂 石总 喂 妈 那个 我给童童弄了两张 表演的票 就是一个活动 我现在有事去不了了 你能带她一块儿去吗 好 知道了 没问题啊 行 非典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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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 慢点啊 怎么样好点了吗 还难受吗 彤彤啊 那地方太闹了 他们在干什么 我都没看明白 一惊一乍的 弄得我血压像 荡秋千似的 您早说呀 早让我自己就去了 你就都怪我爸 不怪他 他要加班 奶奶愿意陪你去 他到底是加班 还约会谁知道 什么约会啊 我昨天听您的话去找他了 结果呢 他居然为了那个 关美羊放我鸽子 这 真有这事啊 我是 太不像话了 等他回来 我得好好说他 他就是加班 我也得给他找回来 彤彤 奶奶心脏不舒服了 怎么了 别去 别去找你爸 别躲没躲喝呀 来 来 上去 来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彤彤 怎么了 喂 爸 你快点回来 奶奶高血压犯了心脏疼 快点啊 怎么了 妈 我妈好像现在病犯了 我得回去一趟 那你快走吧 这有我呢 你帮我跟盛总讲一声 好好好 我先走了 好好好 你也少喝点 你自己小心啊 妈 妈 你怎么了 你回来了 我刚才血压有点高 这两颗泥肤达好多了 今天啊 我就是为你两肋插刀 你看 你跟小关好好谈恋爱 彤彤呢也过了瓦瘾 挺好玩的 谢谢妈 您没事就好了 没事 你那么忙 你去吧 滚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挺好的 我觉得可操控性很强 我回去做一下分析 再告诉你 好好好 广告投放的事情 你还得多帮忙啊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 我这次的广告的投放量 确实很大 我让你跟PG去谈 让PG知道 你是我自然界这方面的人 你就可以从中 提取不小的提成啊 这个钱让谁赚都一样 你一个女人就不容易 还不如让你转 谢谢您 石总 但我还是喜欢凭实力说话 美丽 不需受负 反昔白肠卸妆油 坏卸妆 无残留 卖心白肠卸妆油 千号天然基础内 喂 贝卡 你在哪儿 我在家 我明天要去新加坡总部开个会 如果你现在有时间呢 我们见面聊聊 有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说开了好 我晚上喝了酒 我没法开车啊 你可以打车过来 你有报销出租车费的权限 你在哪儿 温斯顿酒店的酒吧 我等你啊 行 晚上好 坐 喝这么好啊 八二的 行家 来一杯吧 不不不 我喝这个浪费了 我不懂酒 我 我交杯苏打水吧 这是我个人存在这儿的酒 就剩最后一瓶了 来吧 行 恭敬不如从命 还对报销的事耿耿于怀呢 情绪是有 耿耿于怀不至于 我今天把你叫来 就是想把这件事情说明白 我是一个职业的经理人 不会把个人的事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不然 我也不可能在公司待到今天 我懂 之前我的态度也有问题 对不起 那就好 我觉得大家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对我个人有什么看法 你现在都可以说出来 看法倒没有 但我就是好奇 你不要介意啊 我只是想 为什么你那么介意 别人叫你中文的名字 我 我出生在农村 朱桂香这个名字是我妈妈给我起的 上大学的时候 同学总是拿这个名字取笑我 其实 人只要自身强大了 这些又算什么呢 可是童年埋下了自卑的种子 一辈子都很难连根拔起 现在改个名字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吧 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 这个名字是她给我留下唯一的东西 对不起 有提到你的伤心事 没关系 自然界这个案子虽然不大 但也够你鼓舞士气的 在咱们公司 只要你们创意部门恢复了活力 公司才有竞争力 你懂吗 是 我知道 你是我拍板挖过来的人 你要做不好了 我脸上也无光 我这笔最怕欠人人情 你放心 你这么信任我 我绝对不会让你说 我在批评的合同马上要到期了 我可不想扔下一个烂摊子 给我的下一任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 给我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我懂 我会努力 好好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你喝了这么多酒 你别回去了 就住这儿吧 我们部门应该没有报销的权限吧 小心眼 这是我们公司的协议酒店 楼上有个套房是长包的 你有这权限使用 好吗 你去前台办个手续入住就可以了 算了 下回吧 我回去陪女儿 好 随便你啊 行 那我先走了 晚安 等会儿等会儿 把杯中酒喝了别浪费 行 祝你成功啊 必须成功啊 绝不会让你说 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没事 没事 那个 好 我回酒店睡吧 那里边请 谢谢 维卡小姐 您今天在这儿休息吗 不走了就住这儿吧 太好了 我已经把房卡给您办好了 您随时可以入住 谢谢啊 你们服务就是周到 谢谢啊 喂 奥利文啊 什么事啊 维卡 有个事情我得赶紧跟你沟通一下 是关于石总方面广告投放的事 趴被关机了我找不到他 好 你说 石总跟我说了一下 他们现在广告投放呢 主要想集中在长江沿岸 投放时间为三年 这个相对的资金费用它会增加一些 那这个案子可就大了啊 是啊 所以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奥利文是这样的 我明天上午就飞新加坡有个会 要不这样吧 一会儿我就召集公司的人 到这儿来开个会 你要方便的话也过来一趟 好吧 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具体的实施方案 好啊 没问题 那我换个衣服马上过来 好 那一会儿见啊 在温斯顿酒店1111房间 来小时见 拜拜 好 好 好 喂 辛迪 马上通知各部门长 带人过来开会 温斯顿酒店1111房间 半小时之内啊 你怎么回要的话 对 你怎么这么说就到这儿了 你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事 对 但谢谢你 他把话嫁起来 声音哟 去哪儿 ampere 他们 admit 申工 很多电视市 奥利巴尼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今天跟石总聊了一下 她的广告投放 基本上要在长江沿岸 那么在推广的时候呢 她会实行这个捆绑销售制度 也就是说 当顾客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 她会随机赠送一个卸妆小样 具体的实施计划 我还希望你马上给出来 因为我明天要去总部开会 一走就走一周 所以呢 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 就这个项目 各书几千 更新完成了 中文字幕包装